随着人口的老化 社区关怀据点的需求也逐年增加 为了服务更多花莲市的长者 花莲老家关怀协会 日前受国光礼的邀请 在国光礼礼民活动中心 开拓了国光礼社区关怀据点 提供健康律动丰富的主题课程等服务 期盼让社区的老大人们 有更活跃的老年生活和社区环境 为了因应人口老化 提供长者更完善的社区关怀 社团法人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日前受国光礼长魏杨敬邀请 在国光礼礼民活动中心 开拓了国光礼社区关怀据点 从5月21日起 每周四办理健康律动 丰富的主题课程等服务 日前热闹举行实业宿活动 邀请花莲县府社会处副处长 陈家富等贵宾出席 其实最早我个人 我在里内我就有办 有办了差不多五六年以后 都是自己淘药包来做 为了老人家这些 有比较有可以休闲的地方 我们自己每一个月 就有固定一天 还是共餐 让他们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交友联谊 就这样子 这一次是感谢我们的老家协会 他非常的认真 他有幸 也能从县政府那边争取成功 据点除了提供健康良策 也会安排身体律动 以及像是布口罩制作主题课程 餐会等 丰富老大人的生活 旅长这里也希望能够提供给社区老人 更好的服务 所以老家呢 在今年这个五月起呢 就开始投入这个 我管理的这个老人社区照顾的一个活动 那秉持着啊 我们老家在全花莲县 弱势老人照顾 我们希望除了弱势老人的照顾之外呢 在社区的老人呢 也能够提供啊 有关包括据点的服务 或是社照系的服务 能够呢 这个 在这个预防老化 还有这个活药老化的部分呢 老家能够尽一份的心力 老家协会自民国95年起 在华联市主权里 设立老人二活站 目前老家提供八个服务据点 范围遍及华联市 吉安乡 新城 秀林 寿风和御里 以及两个师资据点 今年应国光里长邀请 协助设立国光社区关怀据点 期盼未来能提供更多多元服务 让长者有温馨的社区环境 改善老年生活 活跃长者人际互动 记者讲邦彦华联市报导